嗨,大家好,今天是逾越节开始前两天 所以这一集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逾越节开始之前的耶路撒冷是长什么样子 那今天是礼拜一,逾越节是礼拜三晚上开始 所以,别看人除校完了吗? 餐厅、商店那些已经关门了吗? 我来看看吧! 那今天我的散步计划呢,就是先吃午餐 然后呢,我要买黄豆跟豆腐 然后可以的话买到草莓 不行的话就这样 那现在是中午一点半左右 这条街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安广场旁边 旁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hostel 青年旅馆,叫做cinema hostel 它旁边呢,就是麦当劳 那这间麦当劳是不cosher的 不cosher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说它有卖猪肉 而是说它的汉堡跟 它的汉堡里面可以同时肉跟牛奶存在 很酷吧? 所以这间是不cosher的麦当劳 然后呢 我刚刚在地图上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哦,是真的,OK 这里有一个亚洲的餐厅 但它上面写现在是关门的 它有卖春卷啊,包子啊,炒面 然后价格很合理 以后有机会再来 这是另一间亚洲的超商 我没有进来过 因为我都习惯去另外一家 好 然后 对,我们以色列也有pizza hut 然后 我现在呢,是打算去 那一间 每一次我看到它 就一大堆人在这边排队 的一个 应该是卖falafel的 一个小店 它的google评价是 4.9分 500多个人评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来吃一下 然后我为什么这么确定它生意好呢 因为我每次在麦当劳里面做的时候 我都在看这边 所以 再看看 OK 它卖的是中东茄子 榨茄子三明治 意思就是说它的三明治披萄饼里面会有榨茄子 然后新鲜的蔬菜 然后27块sherkels 就是正常价 不贵 所以 我要来买 它现在切的这个面包呢 是发酵过的 也就是代表 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鱼月节 那我猜这家店鱼月节的时候 不会开 为什么我不这样确定呢 因为它没有那个 culture的证书 如果它鱼月节可以开的话 它那个鱼月节可以开的culture证书 现在就会已经放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 所以应该是这家店 鱼月节的7天 它都会去放假 然后可能大家会好奇 说鱼月节到底是7天还是8天 那在以色列是7天 在国外就是8天 好可爱 所以就加了这些料 然后还有蛋 还有茄子 哇哦 哇哦 看起来好好吃 一个sabi 我觉得女生要吃完是 会很饱很饱 然后男生的话应该就是刚刚好 这样重量 至少400克吧我觉得 很扎实的 很扎实的一餐 然后呢 这就是ban yahuda street 观光客要来以色列买东西的话 很可能就会在这条街 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像是金灯台啊 像有转角这边就是在卖金灯台 明星片啊 kipa啊 还有这一间阿哈巴斯 以色列的死海保养品 有时候会有打折 还有像是浩角啊 什么的 就是这边都有 现在进来一间店 很多吃品啊 嗯 愉悦节伊利亚之杯 伊利亚之杯 伊利亚之杯 哦 安息日 香料的东西 宽敬节的东西 首饰 以色列的伟人们 拉宾 西蒙佩洛斯 本古里安 呃 北京 高达美尔 然后 美雪达亚 还有小肉 特资了 嗯 这里一个 总统有一个公园 就是以他命名 OK 特别的店 特别的店 这是愉悦节的餐盘 台币大概两千五 觉得蛮美的 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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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的 然后这里有这个 安歇律组 安歇律组 有安歇律用的蜡烛台 來 洗手的東西 不久的 很美 這些東西都好可愛啊 現在很熱了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切正常 還沒有任何余月節的影子出現 這條街啊 走上去就是極端正統派 的猶太社區 名字叫做 百倍之地 然後 這個公車站牌是我以前去西伯萊大學的時候 最常用的 17號 19號 34號都這樣子 可以到西伯萊大學 2 1 2 2 3 1 2 2 3 2 1 3 2 3 2 4 4 2 4 4 3 4 3 4 5 4 5 1 4 5 1 3 5 2 4 5 1 4 6 麵包店裡面,這些有效的東西都還在 看起來好好吃耶 書寶店 他在整理他們的假髮 那種假髮一頂大概要三萬多台幣 一千,至少一千美金 所以他們看中假髮 然後因為這東西很貴 所以他定期保養的時候他們也會花錢 讓他的這個假髮可以看起來不會醜醜的 或者油油的 因為假髮跟真髮一樣都還是要保養 然後我們這樣子走下去就是 極端正統猶太社區的開始 然後這個小男生他有兩串頭髮在旁邊 是因為他們的教派 就是因為聖經本來就說是便腳不可以剪 但是有些教派是真的 除了便腳不要剪 他是其他的頭髮便腳以外都剪掉 所以就會變得更明顯 就如果想要看猶太人的生活 就是比較傳統的話 就要來到這個社區 這裡有好多小鳥喔 之前有人問我說 他們穿這樣子的外套在夏天 難道不會熱嗎 難道裡面有冷氣嗎 答案是就是他們當然會熱 但是對他們來說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禱告 所以他希望他隨時要禱告的時候都是穿著很整齊 然後就是 好像隨時都可以去見上帝 所以他們習慣了 就是要穿得這麼的熱 穿得這麼正式 那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們 就是大多數都是從東歐移民回來以色列的猶太人 那在東歐的天氣並沒有這麼熱 不像我們在以色列嘛 中東地區 所以東歐地區留下來的文化就一直演到現在 OK 然後前面這裡啊就是著名的安息日廣場 為什麼是這樣講呢 因為在安息日的時候它是封路的 你的車子不能夠開進這個社區 嗯 好 我們來看 逾越節的米亞學雲跟平常有什麼不一樣 不過這裡不叫米亞學雲 這裡叫格烏拉 米亞學雲是整個大地區的意思 前面那個爪子啊 是為了讓人不要爬上去破壞他的喇叭呀 還有監視器 所以才有那個爪子 可想而知就是代表以前被破壞過 呵呵呵 這裡呢就是公車啊或者任何車看到行人 就一定會讓行人在以色列有很大很大的路權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確定車停下來再過來 因為有時候還是有一兩個趕時間的 那這樣就會變得很危險 嗯 那只是說 我記得我每次我不一定要過馬路 我只是接近馬路然後想過 然後他們就會停下來 我就會不好意思 就會一定過 就會一定過 OK 這就是 月節前的人潮 你不覺得大家都穿得很 很冷的樣子嗎 但其實我超 我現在超熱的 又很渴 這邊有一個那個 他的宗教用品店 我們可以去逛 嗯 好 他應該會有那個 呃 月節的那個 哈加達 嗯 哈加達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有的沒的 超漂亮的 好熱喔 好熱喔 看看裡面 他們在看聽筒 哇 哇 在看筒 我們也會有一點 尋找時間 好熱喔 我們也會有的 他們也會有很多 他這兩台都是 這台是Duna 很好用 sorry 這麵包好香喔 呵呵呵 想買 哇 好買的 麵包 他剛剛的麵包舔到連蜜蜂都跑來 超酷的 然後我要結帳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旁邊有一個猶太會堂耶 好 結帳 看看 太熱了 我覺得我快乾掉了 還是蠻現代的齁 好 我要買韭菜給我的頭 快速看一下他哪些東西都沒有了 好 盒子沒了 很多這種一次性的 寶寶 Duna 超多人用Duna的 對 自從我跟你做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到處都是Duna 哇 這些是余月節的餅乾 雖然看起來是好像有效 但其實是沒有效的 然後這不知道是余月節文物嗎 可以看的東西 可以吃 然後余月節的無效餅 哇 可以吃 這樣一盒是23塊 然後 地瓜口味的餅乾 19 然後麵粉 只剩兩天 但是麵包都還在 所以可能是 禮拜三早上 才會把麵包燒掉 這他們的看物欸 這很好玩 余月節特別版 講到主題 離開埃及 沒有啦 不知道 到處都是這個Duna Duna就是我說的那個 推車 喔 不想要到對面去這條太熱了 不想要到對面去這條太熱了 你知道他們在幹嘛嗎 他要買新的桌布 然後就等於說把他的桌子包起來 這樣就不會有任何效 他要買就是 就不會碰到他的餐桌 對 對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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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